然后还有一个就是此刻呢 正在进行这个军演 梅飞南海肩并肩演习不是吗 然后你就看到大陆果然 就像是丽将军所预料的大动作来了 万顿大驱一来来好多 遵义舰 当然遵义舰我们看到 它是这个八艘055的 大概是第七艘嘛 对不对 它跟海口舰啊 昆明舰啊 咸宁舰啊等等 那多型主力战舰 组成了训练编队 整个大编队 前往南海进行了实战化训练 遵义舰就是107嘛 然后目前在这个 还有外媒说 目前在仁爱礁16海里外 美济礁出现了一艘055 那当然这个陆媒 就比较稍微夸大一点讲 就说应该就停在这里 不要走了 不要走 就留着就近看管那艘破船 不我觉得这样子成本也太大了吧 好还有同时也一样 这是尖闭尖演习 那这次美方的阵容 也包括B52H轰炸机 那它是从这个苏陆海的方向 进入了南海 那解放军迅速从西沙群岛 起飞了两架歼11 然后呢 这个B52大家知道很强大 一进来之后 崩的一下 先是碰到两架歼11半飞 然后从菲律宾的西南侧 崩的一下又出现两架无真7 然后东沙西沙 崩的一下又碰到了运巴 所以左边看到一架 右边看到两架 旁边又看到两架 最后呢 说是他灰溜溜的 就只好这个开溜 当然这些形容都很有画面感 当然这些都是大陆博主 的一些这个形容 所以我让丽江军来看一下 目前南海的紧张情史 第一个 我觉得菲律宾这件事情 是很严重的事情 就一个军人来讲的话 你不能随便跟人家谈任何条件 我们包括美国来讲的话 密立 对不对 联席会参谋主席 密立那个时候 因为担心川普做了一些动作 造成这个中国解放军的误会 不过我稍微打断一下 其实他的内容 他也不是谈条件 他就是在确认一些事情 这些事情应该都是高层已经谈好 那个外交官只是问他 有没有确认 有没有确认 他都说有 我确认 我确认 对 那个时候密立跟李若晨也是这样 我只是告诉你说 这我们不会打你 我们不会有开战的意思 你不要误解误会 但是密立后来就怎么样 被他们这个国会里面做调查 所以以军人立场来讲的话 如果说你没有获得这个政府的授权 你是不应该随便去跟人家 你能确认都不能 对 你确认都不行 你不应该跟别的外交官来谈事情 那是外交部对外交部 所以我觉得 这些事情要分两个城市来讲 第一个就是 这个菲律宾自己军方来讲的话 内部是不只是内讧 我觉得是可能快要叛变了 这为什么要弄到这么严重呢 会不会是这个中将来讲的话 他另外有别的这种支持者 来支持他 你去讲这些话 会不会我讲比较阴谋论来讲的话 有没有别的想要取代 马可市的人支持他讲这种话 就像是有另外一派的人 支持这个军方的某一个人 你来 我明明讲就是杜特地 会不会是在获得杜特地的首肯之后 他或者是认为杜特地的女儿副总统 支持他去讲这种话 第二个层面来讲的话 我觉得这个军官讲这种话 这个海军中将 他不是一个小职务 不是一个中校少校 对不对 那他可以直接跟中国的外交部 通电话来讲的话 代表他的这个阶层 位阶或者在军中的分量 也是很重的 那代表什么呢 就是军人来讲 有时候认清楚事实真相是什么 对不对 我们以我们自己海军的实力来讲的话 跟中国的海军是没有办法对抗的 他也看得出来就是美国 如果说得不到美国持续的支持来讲的话 他可能没办法 跟中国做一个长期对抗 在这种状况之下 他宁可去跟中国确认这件事情 大家保持一个君子协定 对不对 我为了我马德雷三号 这条船上面 这个官兵的这种人道的补给资源 或者是休假 他必须要跟中国确认这件事情 然后希望能够中国能够 让这些官兵能够得到后续的 最起码在这段时间不要把事情闹大 就是基于一个军人对实际上面情况的判断 那就像是我们退伍军人 我们可以跟这个赖兴德讲 就是因为我们台湾现在军事实力来讲的话 跟解放军来讲有很大一段差距 那双方来讲不要插枪走火 就像是我经常在呼吁 对不对 金门那边来讲 如果说军事实力来讲 有很大一段差距来讲的话 不要插枪走火 危害到金门岛上面守军的生命安全 就像我会去讲实话 我觉得这个海军中央他也是讲实话 那问题是说你马可事 你听得进去听不进去 你一昧的就是要靠拢中共 就像我们现在蔡英文或赖兴德 认不清楚军事的实力 老是跟美国站在一队 对不对 然后要去跟中国对抗 但那是因为李将军专业 李将军能够看懂这一切 也帮大家树立很清楚 但菲律宾没办法讲 就直接讲一个身位的 假的这样就好了 另外我觉得 比较那个是严重 就是这个解放军来讲 你不要认为他055大区 不会长期住在这边 他有八艘 他轮流过来 虽然解放军现在来讲 海警船一直有一艘 一直固守在钓鱼台海面 是一样的 所以他长期住在这个地方 055一艘在钓鱼台 一艘在南海 对啊 我长期 长住了是吧 我可以轮班啊 我就船这么多 因为我有主场优势啊 对不对 主场优势在我解放军那边 你美军你过来啊 你也跟我一样 长期拍一艘 055哎 他有八艘 他每天可以轮化 就像他现在来讲的话 他这个核潜舰094来讲的话 他有六艘直班 他随时保持两艘在海上面 他四艘 两艘在休假 两艘在保养维修 他有两艘随时在海底下那边 对你发射 准备做第二级的反击 对不对 所以我觉得055大区 在这边长期顾手 不是不可能的事情 就像钓鱼台 他现在也是长期 一年365天里面 所以变成一个标配 有360天是在钓鱼台看着 这还已经传在那边 那美国已经讲话了 美国媒体已经开始 在放软这件事情 美国昨天的媒体 有一篇媒体就特别报道说 美国值不值得说 是为了一个珊瑚礁 为了被礁石跟中国开战 美国媒体已经放出这种话 那菲律宾你自己去思考 他现在已经有这种 在带风向的话出来 会不会美国来讲就是 因为他划不来嘛 主场优势就是在中国 你每天 好啦 我就055大区在这边 那你美国要不要每天拍一烧 伯克吉也在菲律宾这边注点 我觉得是不可能的事情 那你就美国油就烧光了嘛 所以我觉得这个美国来讲 自己要斟酌一下 他现在已经开始有这种风声 已经出来了 那肩并肩这次演习来讲的话 我觉得美国B52这次轰炸机 让我联想到昨天有一则新闻 就是我们南宇 东边海域突然出现一个解放军 我们昨天有做这一题 流量很高 大家没跟上去的看一下 对 说你是不是 这是我们中国的领土 你不要过来 会不会是这架歼11 一直追这B52追到台东外海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要过来 然后在蓝宇那边 我觉得后面是同样一件事情 因为实际上好像蛮巧合 这个B52飞机飞的路线 好像也蛮巧合的 那这架飞机很明显 这个歼11事实上是一个 属于重型的对舰的一个攻击机 它不是苏10 歼10的话是属于空U型的 歼11是属于重型的这种空U型 它的基地在哪里 应该是永兴岛 它永兴跟美濟 一个是在南沙 一个在西沙 这个解放军在这边都有 空军的机场都可以起飞 所以你想想看 你菲律宾你怎么闹 你美军你怎么闹 我在这边永兴岛 在西沙 在南沙这边 我都有陆基型的飞机 我可以随时起飞 所以难怪他一进来之后 左边也是右边 也是到处都是嘛 他就被包脚了嘛 他真是演戏右边 然后北边还有什么海南岛 对不对 那如果说是这个中间是谁呢 中间是055 对不对 南北中对不对 这个都有他解放军的 不管是055大区 或者是这个攻击11 或者是歼11 或者是说无针7 这些飞机在这个地方 stand by在那边待命 我觉得菲律宾自己要斟酌一下 美军也要斟酌一下 你到底还有多少能力 能够来替这个菲律宾撑腰 那如果说真的解放军 摆一艘055大区 在那边长期固守 那你美军 你要不要摆一艘伯克吉 在这个地方长期固守 那中国主场有这个主场优势 对不对 他从这个南沙主币这些交 对这个军舰就可以实施运步 随时回到海南岛 他就可以轮替来休假 那你美军你怎么办 你要从关岛 或者是从这个日本 那么远的地方 过来这个地方 我们要知道其实这个东西 对美军来讲就是一个伤害 那你美军你现在敢不敢 把这军舰驻守在这个菲律宾的这个 对除了空中包角子B-52之外 那你再看海上这个阵容 哇这是一个这是一个编队群 尊义舰带头一大堆 怎么看待这个架势 我觉得这次这个解放军 超过我的预料 超过你运气 我觉得他是杀鸡用牛刀 用整个舰队 我觉得一艘055大驱就足以威慑 菲律宾跟美国军业 因为美国这次来的军业 他也不过是两艘船 这个船无登陆舰而已 对不对 那菲律宾来讲的话 只是一艘小军舰 那我觉得光一艘055 甚至于052D 都已经足以威慑他们了 但是没想到 这个解放军居然来了 是整个舰队过来 他等于是说用牛刀在杀鸡 但是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摆给你美军看 摆给你菲律宾看 我国家除了说有这么大的战力之外 我也可以持续有这么多的军备 可以来做这场长久持久性的对抗 抗争 那以前来讲在这个地方 他用海警团 现在来讲突然之间 本来几艘海警团了 突然升级成军舰 不但升级成军舰 还一个舰队过来 还有055大驱的整个带着 整个舰队过来在这个地方 那我觉得这东西 就是你之前预期说 中国大陆的反应应该会很大 但是也超过你的预期 对 我超过预期 因为太大了 太大了 太大了 因为这次来讲的话 你看菲律宾美飞 虽然说号称兼兵兼军业 他们他所动用的飞机 或者是军舰来讲的话 大概都没有属于到战斗级的 最大的大概美国就是 那个两栖船乌登陆舰 那他演练的科目 后来也没演练 他演练本来要演练 夺岛演练 后来也没有取消了 因为美国来讲的话 他发现可能美国提早知道讯息 所以他内骚这个两栖登陆舰全尸号 这个两栖攻击舰他就没有来 一开始他就不来了 他也不派别的 他说我船坏了我就不过来了 所以美国可能提早知道 中国会有大动作 对 所以丽将军给大家看了很多细节 专业的就是不一样 大家就看懂了在南海上的局势 对于经常外食的现代人来说 实在很难确保每天能摄取到足够好菌 因此越来越多人选择在生活中补充益生菌 来帮助肠道健康平衡 但市面上这么多的益生菌该怎么选呢 挑选具有专利认证菌竹最重要 面对换季引起的肝氧红肿 能调整体质的太阳星全校克菲尔益生菌 就是一个稳定健康基础的好选择 金三角全校配方让肠道增加好菌 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收入多篇学术报告 也证实了克菲尔的重要性 每天一包就是健康维持的好选择 如果你也想尝试 请上快点购健康下单 输入推荐代码 还可以享有额外优惠哦 美日克菲尔 让您的生活更健康美好